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认为在节目中介绍几个人对台湾早期流行营业很有贡献的人 比如说我有介绍过口酒城市或是遥战福城市 也有介绍过中福城城市 这都是在早期流行营业非常有贡献 我们可以有很多人一定会听过 有听过这些歌 譬如说白毛丹 春青年 心生生 安平对胸脚 青春比虚脚 冠冰秀别 南都亚脚 这些流行歌 我们观众朋友一定有很多人很色彩 也会唱 这跟一个人有关 这个人叫做丹达如生师 丹达如生师删这些歌 他不可能是删这些歌 他想着删过三百首的诗 后来在一九百九年 我们的行政与文化局 办第一次金剋 这个盘仗就给他 生意一个很特别的仗 这个仗就是在坚定 他对台湾流行客的贡献 丹达如生师是 一九一千年二月七十 出席在台北万家的所在 他原来名叫做丹达生 适合的时候 他同样去公学校设小鹅 因为去公学校设小 后来他的老婆又特别欠钱 大家上去 我们在说小鹅设小师 大家上去设小鹅 他在设小鹅的时候 他在设小鹅的时候就打得很好的地基 他觉得那是很奇怪的思想 我们可以禁止我们台湾人 说台湾流行一定就要不可以下汉字 就要设小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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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就很受气 他说你如果打我金我如果要设小鹅 我们打入一个很短的设小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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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设小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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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代的流行機以外還有一個比較重要 要如何讓大家開心去用這種 當時叫做最現代的流行機 這種我們說的手機這個東西 這樣就是要習慣做流行歌 因為有流行歌大家才會拿回來放得痛 這跟日本總統府的政策出來不一樣 這日本人來臺灣投資叫做郭倫米 郭倫米阿手機公司 這手機公司投資的人跟日本總統府的政策是不一樣的 因為這手機公司了後賺很多錢 賺很多錢是臺灣人要聽流行歌 所以就要買這個手機 還買客房來辦 大家看經濟生活比較好 家人都有一台 最早出來是酒幫的 路外叫做黑咖的刷咖品 這都是後來發電出來的東西 深色是在這裡因為有錢湯湯 路外又有人去投資唱片公司 新的投資唱片公司是臺灣人 如果加熱譬如說 北遊樂、太平 還有一間我們比較熟悉 叫做生理唱片公司 生理唱片公司一個生日 當時是1935年 這樣加萬郭倫米阿 郭倫米阿唱片公司加萬五年 那加萬五年 業績都打不起來 打不起來 落在這間唱片公司 剛才去拼一個 對日本讀書桌回來 這個人叫做張福興老師 他讓這個生理唱片公司 打拼去在裡面 負責什麼文藝博 文藝博就是在做一個工作 去找人來嚇死 找人來嚇死 所以搖戰福、丹達如 他們都是在中 復興城市的少年 但他們進入去 這個生理唱片公司 但是有發現一項 這些客來的事實 想要撒出好的客戶 就要這次撒掉的感動 後來生理唱片公司 有找一個剛才 伊航伊比亞 對台台伊航伊比亞 那時候叫做台北伊專 比喻的一個人說 很厲害唱歌的伊生名 叫做林青月生師 林青月生師 看這個寫的寫的寫 都感覺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利用 不是很漂亮 因為他不是很漂亮 所以撒不漂亮 因為撒不漂亮 想要贏過日本人 導致的孤倫米仔唱片 就很困難 後來 真出味 中復興老師 就去想到什麼 想到他們家 我對面有一個青年 這個青年的漢文基礎很好 這就是彈達如生師 那時候他十九歲 他就去找彈達如生師 請他來生理唱片公司 在那裡專門寫師寫師寫師 給人家做客 他真的就這樣過去 有什麼趣味 他真的發揮他的漢文基礎 在地地一年來 他寫很多時 他寫什麼五條 五十四 第一首叫做盧日經 第二首叫做雅來鄉 第三首叫北無丹 這都我們很熟 鼻蘭的酒杯青春娘 他先寫五首出來 五首出來 這個淵青月 他寫一個看 哇 感覺說 不是看過那麼漂亮的時 所以就說 他無論是營養 做事都很漂亮 就這樣 請人下去生氣 然後到處去 才會生氣出來 就有大流行 我夠真要的記述 白無丹 這首詩 這條歌 怎麼唱 這是彈彈如 先生的實力 我們看 1935年 他這個入戲 一年 他就什麼時候 1936年 他的數量 又來哪裏 不知道這個贏過 郭倫米阿唱片公司 給生理唱片公司 所發聲的 會卻民臺灣人最愛 也這樣說 差不多有三分之 生理唱片公司 三分之二的死 他都是彈彈如身心的手鈴所下出來 這樣這真不簡單 他就這麼做 生理唱片公司 一個很重要的藥圓 他們說挑釀 人後他就一直下 一直下 我們知道 哪來哪裏 這歌 特別我們看 我也介紹過 心生生 其實也是一下 我們看到 彼岸的酒 的酒杯 白無丹 當時的人唱 自己就很感動 那時候他才二十歲 我們可以說 他是一個少年的詩人 詩詩 他在詩詩很特別 他都會去了解人的心思 意念 這個民間在講的話 在表達的感情是什麼 他將這把他叫起來 因為 他的詩 作曲之後很流行 所以經濟的生活就哪來 哪好誰 他就對漫歌 搬來在大中堂的地方 我們先講到這裡 好訓一下 再來繼續 我剛才有個說 彈彈如生師 因為寫很多作品 所以讓生理手品公司 差不多有三分之二的作品 都是他所詩 不知道這樣 因為 大家都很愛他 是 剖出來的劇 流行在台灣的社會 因為這個 英國所贏過 這個 郭倫米仔 手品公司的發行量 就是因為大家 意外 所以跟日本總統府 在推動 這個 日本 威法 跟這個 政策 有衝突 所以 日本政府 就哪來哪收去 還要怎麼來控制 這個 台灣外 繼續在民間 在流行的過客 這就很醜味 這醜味 到時候 時間 就很短 我就說 1936年 彈達如先生 發展到很好 像一堆 萬格 搬來狗地 大集團的地方 1937年 日本在中國 發動 老九九 事件 的戰爭 因為這個戰爭 引起 日本的總統府 有一個更好的照片 就是 全部極力 推動 台灣 豐民華的運動 這個極力 在推動 台灣豐民華的運動 另外一個政策 就是 這些 發行台灣流行歌 的唱片公司 都不可以 發行台灣歌 不可以 發行台灣歌 不可以 沒有多多台灣人 要唱日本歌 除了在台灣 日本郊民 但是 那個量不夠 因為量不夠 那些唱片公司 沒辦法成功 只有要 拐它起來 所以我們可以 在1937年後 這些唱片公司 一間一間 倒去 一間一間 結束營業 這樣這些 嚇死的人 做客的人 本來可以 好好生活 經濟生活 就陷入困境的地方 一直有煎熬 這個煎熬 國民黨政府來 同樣的政策 國民黨政府來 為了要通知台灣 極力推動 所以要做法務 說北京會 說法務 不可以說台語 我 我就不用改善 還是說 比較多的這方面 因為很多人知道 甚至本身經驗過 過去在學校 讀書 如果說台語 就要掛一個牌子 甚至就發字 這都很多人經驗過 因為 彈達如先是 他會教漢語 漢文 我有說 他的漢文基礎很重要 所以就 當時 台灣人 建後台灣人 會說漢文 會說法務 實在是沒有這個 因為沒有這個 他會教 所以很快 就很少一個公務人員 在公務機構 有更多 讓人們推薦的漢文 不過這多久 1945年 1947年 就發生二百四驚 二百四驚 很多這些優秀的台灣人 都很快遇到問題 但是 如先是 其中也是一個 去讓人 大家認為說 他的屬性有問題 要因為有時候 這些 這些藉口 台灣人 很快 去做 批評 發言 國民黨的政府 當時的政府 跟國民黨的兵 很亂 所以 彈達如先是 我覺得 一個比較完全看不下去 是 多少 心臟有暗言 就有人 檢基 危險 也去抓去 所以 離開 公家的機構 原因是 什麼在公家機構 看到 什麼 貪污外購很多 後來我們 唐載台灣人 那時候就流行一句話 說 做官 如果清涼 吃飯就有餃 做官 清涼 吃飯就有餃 這樣他覺得 他不想做官 他覺得去 離開官場 要這個離開官場 經濟生活 就遇到問題 他遇到問題 他就想說 家庭也要照顧 所以 他就將過去 以下的歌曲 這些離開 流行歌的歌曲 就大家經歷出來 這當時 如果要補償 就要拿去電台 補電台 國民黨的政府 就 只能唱法務的歌 中壇的流行歌 都看作經濟 這樣我們就知道 在電台要補償 還會受到憲罪 我們都知道 在宋初如作 新聞局長的時尊 連 我們都知道連補償 就不可以用台灣為 所以我們都知道 這都是我們經驗到的 後來 他沒辦法 他就開始去唱什麼 像在 這些四家在招牆的人 去到在哪裡 去到在公報電台 去到廟場 去唱歌 他將他的曲 這些下場的事 都收收十幾本 經理十幾本 四家去買唱歌 我也在節目中介紹一個故事 發生的事 他求我考慮 這很趣 就是 暗兵 對象棋 這個暗兵 對象棋 對象棋 這時候使用的很特別 原來就是 那個時候 有一個人 叫 寇卓仙虛 寇協 寇卓室 寇卓 寇卓了 它有一個 在台南去找一個 很出名 很後vanusing人 叫做 寇卓仙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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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個拍 也說我寇卓都不可以 你只能提出 不能改 我的卻 這個康兵庭先生 大家介紹生人 介紹丹達如先生 因為丹達如先生算作出名的一個市場 丹達如先生跟康舊先生都說好事 說好事 就是這個國 當時要高 結果時間高 丹達如先生不高 不然他有幾個過年跟他的太太 來到台南 來到台南過年的時候 他去台南西門醫困的保密勞在那裡喝酒 聽到保密勞的人在團說 一個金銷枝 讓人叫做金銷枝 是因為他的頭門是金色的 他在廟下這個故事 是說十九世紀英國有這個尊 來到在台南岸邊的地方 在那裡有一個生理人 生理人的女兒去愛到這個尊丁 尊丁的一個異性 這個異性是一個荷蘭人 兩個人亂愛 算生兒章出來了 生兒一個女兒 這個荷蘭的異性尊 尊丁自己去 無情無情 順手帶去 這個女兒金銷枝 後來這個女兒 去頂丁老母的故事 老母的經驗 還在她的城區上 中間就是有外國的尊來 同樣的事情出現 這聽起來 感覺很特別 所以短短如先師弟 近幾年在講的 跑去岸邊吹 結果吹就是一副夢 他就感受很多 就殺出這首 岸邊吹胸協 岸邊吹胸協 一個出現的很煩惱 不過大家在推 翻說的很不一樣 有人說那是一個真的故事 有人說那是假的 不過你去岸邊問那些年老的一輩 他都在說 有啊 這是屬於 後來這個女兒生出來 這個女兒金銷枝的女兒生女兒 這個女兒的後代在哪裡 說到很出味 短短如先師 他一四人的日 我有說他創作超過三百歲以上的時 這都很多我們臺灣一個很重要的文化珠珊 為什麼 因為他在殺死的時 不是坐在房間裡面 設房裡面開始在想 他都會出雞樓走 會出去聽 會出去看 出去聽 出去看 出去想 所以他的時有人物 有背景 每一生時就可以說出一個故事 這也是他的兒子 彈國慶先師 在廟下這個老背 彈彈如先師的情緣 他說老背是一個很嚴肅的人 常常為著要找靈感 利用三幾百歲出去 三幾百歲來殺 出去多路走 有時候到兩三點 甚至有時候會殺到天更 他就記住一個例 說中山北路走七百 要殺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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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如果看這個就像一個故事 殺這個亂來 約會的情形 他就五百歲 奧shire 要殺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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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NY 為失火 他就去美傳公司吃頭路 不過他是一個很特別的人 他有那個管理的材料 有這個商場我們在說說做經理的氣質 所以去美傳公司 後來去美鳳公司做個級的顧問 又去美申公司做附中經理 後來去一間叫做廳門上食品場 全面在生產主母白應濟的責密 他在那間公司做附中經理交代退休 我剛才有說1999年 他在到行政文化教文化新聞教主辦這個軍局長 想他一個特別獎 堅定他所努力的這個台灣流行客的作品 流行歌的作品 1992年以下世間的日子 這是對台灣流行歌最多有貢獻的一個文人 真感謝你百時間收看這個節目 平安